来这一块 开吧 这样 这几天没回家 笋子都比我长得还高了 我今天特意买了一点猪 脚回来 猪蹄回来 炖笋子吃 我摘一点的笋子回家 炒 炖 嗯 稀狗这么长吧 回家再看 春天就是吃笋的季节 狗太长了 它就老了 只能狗上面那一节 刚才这个是长的 现在我们看这个是短肥短肥的 肥粗肥粗的 这个要挖一下 你看 这个是不是同一个皮状 这还有一根 上次我们去山上 跑了一天找都找不到 那时候还没发 看到个蜈蚣 这个骚鱼蹲下 就屁股就被出个洞 这竹子 刺人的很 对筷子 昨天冷涩涩的 今天热的很 我怕一块做菜做着做着 做到最后 我衣服都出光了 一块推荐 一块推荐 刀滑一下 然后你看这个 这种笋到底这有什么笋 我也这么香吗 衣服老师在我这里 嗯嗯嗯 别抓到洞里面去 别抓到鼻子里面 那个猪鼻孔里面 不是猪鼻孔 是我的鼻孔里面去 你这个都不削一下 那其实我们啃 可能也啃不动 大熊猫的话 一个啃得动 你说同样是吃竹子的 怎么我就得不到保护呢 好 就这么多 雀胶那些老的 还有雀胶壳 就只吃这么多了 我买了三根的这个猪蹄 这个猪蹄呢 是花了五十块钱 三根五十块钱 这只比较小的 这只只要自己剪 不知道它怎么开的 这个比较长 这个适中 卸出去了 卸出去了 把这个洗一下 给它指甲缝 洗洗 刮刮 这里洗剪了 先 要削掉 给它洗太近一点 多剪 今年的这个琵琶 长得不错 嗯 去年没得吃今年一个油 这两种笋 我看一样 应该是两个皮种 不一样的 你不知道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有可能这个是发肠了 就是这个样子 小的时候也很黄黄的那种 锅里加点 再把这个煮水 下个沸水 水开了 开了 对 等我淘碗里 好 这个沸好水捞出来 再把这个猪蹄下锅 沸水 姜 料酒 好 开了 开了 这个我们稍微沸的 稍微久一点点 这个也没什么泡泡 应该是没有血水 血水少就没泡泡 嗯 用高压锅炖 不然开不动啊 外朋友没老说我把我的牙齿丑来了 牙齿就这么多根 丑来了 可就没了 放上锅 锅的水 我把这些猪 加料酒 再把盐加进去 盖锅 大概压个二十分钟吧 上去二十分钟 压一点 高压锅的气太大了 把这个盐会掉下去呢 没掉下去了 我 这个高压锅压了有二十分钟 嗯 二十分钟 可以了 上锅就这样了 可以了 好 咱们炖好了 再放到这里 加入这个笋 一起炖 嗯 这个再炖个十分钟 就差不多了 好 煮好了 盛出来 你说嘛 这个都是骨头肥贵的 二十块钱一斤 整只的话 还是十多块钱一斤 撒一下葱结就可以了 哎呦 葱结就得大 吃这种少不了的 就是辣椒水 加水少一点 再再搅起来 没有辣椒水的话 就感觉容易腻 有辣椒水就不腻了 来一块 来这一块 多夹几块 到碗里了 这个最好了 人家说 女的不要吃这个钱 哎呀 管他了 好吃还不吃 为什么女的不能吃 这一块不是的 再来的顺 开吧 这样 果然直接炖也好吃 不一定要红烧 我来吃 可是人家里很适合 看来吃 还是很适合 我的手 很适合 又有 太棒了 太棒了 像我 这个笋 脆脆的 很鲜的 下来 贵是贵但是这个好吃 比那整个腿的好吃 也不会塞牙筍也不会腻 这是个吃损的季节 可以炒辣热炖猪脚 对辣猪脚都可以 给朋友们说 这个吃起来一点的不油腻 也不会小缝 这有一点就是一大块的话热没多少 骨头挺多的 这一只损 像你朋友们可能只吃两块钱腻了 我这个吃 吃两只塞肢都不会腻 软上它是脆脆的 可以啊 虽然同一猪猪脚 但是 里面有少年猪中年猪老年猪 像老年猪可以就有点困难 上年猪就比较软烂 中年猪最好 这是老年猪 这有点老 我自己手肯得了 来点汤泡饭 搞点辣椒 没有辣椒这不行 还是在家煮的货一点 在外面吃一百多块钱 吃的不过去 朋友们这菜吃的比较饱 明天见 明天我们做更好吃的